把豆腐分成小块 放入料理机 今天这个做法你从来都没有见过 接着往里面打入三个鸡蛋 再加入少许的食盐 打碎之后倒入盘子里 然后放到蒸壁上面 盖上一个盖子防止水蒸气进入 锅底水开之后 盖上锅盖蒸熟 锅底加少许食用油 油热之后放入五花肉煸炒 把五花肉煸炒出油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加入葱姜蒜末炒香 这道菜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麻婆豆腐调料 放一小包就可以了 做麻婆豆腐 蚂蚁上树等很多川菜都非常的好吃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叫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炒香后再加入青红椒丁 稍微翻炒一下 加入半碗清水 煮开后再勾芡一点水淀粉 然后把汤汁煮至浓稠之后关火 今天豆腐已经蒸熟了 把汤汁浇到上面 美味即成 豆腐这样做 吃起来滑嫩可口 麻辣鲜香 真的太下饭了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就赶紧在家试试吧